Hello, 我是Mike Hello, 我是Sylvia 追求生活品味 當然是聽SNM on Live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SNM on Live 由Sylvia和Mike 大家好 麥哥麥哥 今集又和大家說頒獎典禮 因為很多觀眾都說 很想聽我們說明星的穿著打扮 是的, 今次選擇的 就是來自台灣的金鐘獎 這套獎雖然對大家而言 比較陌生 但其實對於台灣而言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獎項 而今次是在戲劇組方面 作出一個獎頒獎禮 所以會有時帝時後誕生 但我們重點是甚麼 穿衣服 對呀, 很好笑的 先帶來第一位 他是摩托出身 英俊 鄭元昌 躲身打扮出直紅地毯 很帥 就像個傻佬 大家都知道 來頭也很大的 是Balenciaga 不過我都說 這些是Catwalk的衣服 就是留在Catwalk 紅地毯 有人以為 好像剛剛青山放出來 但是人家說 都是一個男演員 兼無特兒 穿這些其實應該沒有難度 你始終不是外籍人士 你始終不是那個過子 一句話說 輸光了 她戴了眼鏡 會不會好些 就像個盲的盲老 繼續說都是這樣 沒錯 現在已經兜不到 然後我們又有賈正文 這位很實力派的女演員 今次來一個少少的性感打扮 你怎樣看 我不介意別人性感打扮 不過衣服看起來 好像結構不太好 因為我很討厭低空衣服 因為中間要下沙 這叫保險 不是 因為造型不好 如果裡面的封是穩固 根本就不需要下沙 所以其實就失敗 失敗 接著我們有現在 金牌監製 我要叫她做林森瑜 由演員成功轉型做監製 而且各部劇都有水準 今次以監製身份 穿這件衣服 很有大象之風 我跟一些人說 你要穿全黑 你不如 真實說 化多一點點妝 她整個人都脫光聲味 全黑的年紀 她們已經不行了 但她身上有很多珠寶 都保護不到 我看到 但你問我 身上不能上去 那些氣氣氣氣 所以我跟我說 不要硬來 接著我們有新鮮的 不是新鮮 應該是新鮮滾熱辣的 時候 她叫做許惠玲 大家相信都看過她的表演 這件衣服 是她得獎時候穿的 是Sophie Couture 這件衣服行不行嗎 麥哥 這件衣服我沒有特別的評論 不過頭髮就不行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一看她的年紀 都不僅是三 四十多 不要梳到這樣 披頭散髮 對她來說 感覺上下不太合襯 所以大家要記住 如果我穿一些 evening wear 或者一些 formal 的話 要確定她的髮型 配襯不配襯 一定不可以 對 至於視底 麥哥 我第一次認識她 但我覺得她很帥 她叫李銘順 我也是第一次認識她 但我覺得她很有型 有型在哪裡呢 麥哥 她的款式 其實你來遠看 有點像日本的明星 所以她的穩重型 其實比較上是成功的 而且她這一身的西裝打扮 我覺得很帥 因為你有沒有留意到 台灣很多男星 穿西裝打扮 是優勝過我們香港的班 因為她們很多都是福建人 他們的架子 是厚很多的 所以她們穿這衣服 基本上就沒有大錯 除非你自己是要玩這些 即是說她們駕馭不了的衣服 正業昌 沒錯 好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 今年這個金鐘獎的主持 就是這位 姚順耀 我想介紹她 因為她是一身隆重的打扮 是Celine的出品 但其實我覺得很噁心 麥哥 這件衣服我喜歡 是嗎 沒錯 我喜歡Celine這件衣服 不過 喜歡的地方在哪裡呢 我喜歡她的剪裁 你沒有發現 皮褲很少去到這麼貼身 尤其是藍裝 但我想問 做大會司儀穿皮褲 可以嗎 不行 為什麼 她的個子不夠 而且她的樣子不夠 所以她不是穿皮褲 上台做CY的look 所以其實真的很重要 對 所以這個Stylus 不只是給牌子 是給她的衣服 是給她的衣服 適不適合 大家要記住 我們說要人穿衣服 不是衣服 選錯牌子穿錯衣服 沒錯 接著我們有男團團長 她叫羅弘正 叫Special男團 這件衣服都是Celine 應該沒有出錯 她說是190cm 麥哥 這件衣服沒有出錯 她是人出錯 她的樣子 麻煩去搬石油氣 哦 你說真的嗎 真的是石油氣的look 或者是順風也可以 是否髮型問題 不關是樣子問題 順風 是順風的look 對不起 接著我們有女生人 她叫劉子孫 這個蝴蝶結結 我又覺得好像可以 很可惜 因為看出這位女生 比較年紀 比較輕一點 黑色的光幕 我都說 如果你穿單色的顏色 甚至是Dark Navy 都比穿全黑 所以這件衣服 我發覺大家要想清楚 下次全黑 你行不行 各位Celine有意 這個叫鍾瑤 為什麼我介紹她呢 因為她穿了今年最流行的 Sea-through露底底的裙子 麥哥 她這一個演繹示範 成不成功呢 我喜歡 為什麼呢 因為我喜歡Bikini Cut的底底 已經不是阿婆底底了 沒錯 她配搭一些那麼性感的樣子 還有黑色 我發覺你可以穿 記住 我穿黑色 你一旦有閃閃 一旦有volume 或者有texture 這件衣服 三樣有齊 還有我喜歡她穿這件衣服 她的頭髮 和這件衣服 是配襯的 給你一個讚 沒錯 然後我們有這位 叫做酸熟美 她這個打扮 加上她這一身的紋身 走紅地尖 你有什麼意見呢 我對她的紋身沒有評論 我對她一樣有評論 我對她一樣有評論 就是看她的個子比較矮 你不要穿一些那麼長的褲 而且老實說看來覺得 整個人好像縮小了 變成小人角 所以其實應該不要穿褲子穿 我或者你的褲子是吊腳的 上身反而沒有問題 上身反而沒有問題 上身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有彭千佑 她這一身就是Emporial Marnie 而且你留意一下 她裡面沒有穿襯衣服 今年最流行的衣服 只是穿外套的衣服 我不在乎 為甚麼 你沒有發覺 戴錯眼鏡 那個眼鏡就是好像她上班 朝九晚五 下面穿到球 麻煩你們 要襯衣服 好像我今天 我的眼鏡和衣服 都要合襯衣服 很適合 但她的褲子太闊 其實她的褲子太闊 真心那句 她還勉強得 為甚麼她的褲子高 但你看一個人 要看整個人 由頭看到腿 我只會坐在臉上 這個才錯 曾經華 你看她的身體打扮 很害怕 我完全不知道 這個叫做甚麼 這個叫做不知所謂的衣服 好 請解釋 為甚麼呢 因為這件衣服 她玩前衛 有個洞 然後左右不同 對稱 但你有沒有發現 她身上的珠寶 全部是 有名牌 對 有華麗 只有華麗 究竟你現在玩華麗 還是你玩這個 street look 我發現那些 風格太貪心了 想一晚之內 賣光所有品牌 太多贊助 太多了 你們不要太貪心 你記住 你這樣破壞了 那個star 那晚的look 所以不知所謂 是狗不得八 沒錯 接著我們有性感女神 郭雪芙 你這一身的性感打扮 合不合她 我覺得她可以 為甚麼呢 她穿的衣服 你會發現她有不同的質感 她的腰圍是 滑透的 她露了腳 其實某程度上 她給你一些肉 我可以的 你不要從頭蓋下腳 不過 雙腳 雙腳豈不是挺漂亮 對鞋 哦 對呀 你沒有發覺 你穿著這樣的platform shoe 還要這樣打出來 還要用這個顏色 來撞黑 失敗 很便宜 我們有香港代表 劉俊謙 她其實很紅 紅到台灣 不過就錯到台灣 不是吧 這件Dior 我告訴你Odi 哈哈 坐在哪裡 你不要玩 玩黑白 都不要緊 你看她旁邊的 那個PIN 是戴過Tiffany 都根本牛不搭白的 我心想 我想問 穿Suit 是不是不太黑白 意思 真的 其實不是很多人 穿黑白Suit 而且是老套 我告訴你 白褲黑鞋 真的 不能再老套 她的樣子 整個黑眼圈 又不搭這個concealer 跟著眼睛又不戴眼鏡 你要看Close up 這位女演員 叫雷家奈 她這身打扮 其實我覺得挺合她 很可愛的笑容 但是我想留意一下 她的腳 她是開叉的裙子 但她穿了長骨 我看回原來Original 模特兒也是這樣穿的 有沒有事出現呢 老實說 Catwalk不代表一定是對的 再加上這個應該是Gucci 對 Gucci這陣子是衰到貼地的 所以我說你選擇我 叫做衰緊的品牌 Good luck Oh no OK 我們有Auntie 楊貴美 大家都認識她 她也要上來 性選一下 你怎麼看 米哥 她性選我不介意 不過這件衣服真的很便宜 我便宜 不是很便宜 你看到裏面 用沙打底 把蝴蝶 好像假證民 對 我發現這些是便宜 顏色呢 老實說 這樣 年紀 穿這種顏色 自暴其醜 Oh no 接著我們有 柯震東 玩這件衣服 大家都會記得 來自一位台灣設計師 這個配搭配不配她的 不羈的外形呢 她還記得自己 是壞男孩 對 她是 我知道被人坐牢 不過三十幾歲了 三十三 沒錯 不要再玩這個 老實說 這條賴屎風琴褲 她真的穿得像傻子一樣 這幾年 柯震東 都盡量說 我是型人 型人不是穿出來的 是自己本身是一個型的人 她現在已經 不是很得良 要撿撿她 沒錯 當年也是型人的她 可君祥 這件是Gibanchi 來的 傳客 你不喜歡嗎 不是 她根本沒有光彩 你看到她好像不是走運 穿著一件黑衣 黑衣 黑衣 就看到一個黑人 所以 我們跟著有 林依神 不是黑色 但是更驚人 全場之罪 對 就是 醜樣 沒錯 為什麼 她也很小 然後她就拿著一大抽的床單 放在旁邊 就穿了一段黑色的 叫做 Platform Shoe 一句話 不知所謂 布料 切 切 穿上身 沒有樣適合她 唉 但是這件也是名牌 沒有名牌 I don't care 我都告訴你 我只知道你什麼牌 不適合你 不設計也不好 就是差的衣服 所以你整體來說 台灣的頒獎禮 他們的藝人 和香港的藝人 你覺得是 今次來說是失敗 今次是失敗 整個平均的 今中也是失敗 其實他們也有很多贊助 很多 沒錯 我記住 我不是說一定有品牌 我們一定贊 我們覺得這件衣服 第一設計得漂亮 第二 是否適合藝人 我是很緊張 我們看完台灣和香港之後 我們看看 內地最近有一個雜誌 他們推出了一個Gala Dinner 裡面有很多藝人 而且他們都穿了一些品牌 看看他們穿什麼衣服 好嗎 我們有 維英雄 有這件最近人氣非常厲害的 Robert Woon 這位華人設計師 紅到外地 這件衣服怎樣看 不知道為什麼這陣子 維小姐越來越像老老 不知道是衣服 還是她自己的樣子 心態 一句話異是恐怖 我不覺得這件衣服 我覺得她準備要進入片場 其實老老的元素 根據Mike哥所說 就是髮型 化妝 沒錯 兩方面都有問題 兩方面都有問題 兩方面都加起來 我發覺像是她準備進入片場 做老老 OK 好 接著我們有她 她是藝妮 這期都出席很多不同的頒獎禮 她穿了近期的人氣品牌 Skabiali Mike哥 我真心的一句 就是一般 我發覺穿Skabiali的女生 比較小心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能嫁 都是要看樣子 沒錯 為什麼不聽書 好 我們有劉逆菲 Alisab 這件衣服怎樣看 Alisab這個設計師 我對她也是一般 不過她也是傳統 要閃閃閃的 這位中國娃娃穿這件衣服 她加起來 就真心的那個 漂亮 沒有其他字的解釋 她的樣子也有點漂亮 沒錯 所以有些人知道她的樣子是漂亮的 為什麼穿衣服 撇了這股眉 老實說 不是撇就撇的 真的要從裡面 一直升級出來 要她的眼界 她接觸的東西 不是一朝一夕的 說就等於沒有說 慢慢我們要有一堂 要說這件事 好 接著我們有劉詩詩 繼續穿這位人氣的設計師 Robert Woon 怎樣看 好過之前那件 起碼這件我給的感覺 我覺得她不像老老 沒那麼老老 加上我覺得黑色 或者你給我一些 質感 給我看起來 都比之前那套 好過之前那套 繼續Scapialli的陽迷 這件衣服 我都不用你說 我都知道 一點都不配搭她 但是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Scapialli 在上海做一個公開 我猜他們要找些星 來捉捉品牌 但是隨便找 基本上 沒錯 你都沒有看樣子 到底合不合你的衣服 不要緊 最重要是星要出名 夠名 好 接著我們有 金神 這期都紅的 她這件LV 襯在她這麼高挑的身材 可以嗎 基本上這件衣服 不管什麼AV 都是一件醜樣的衣服 一定好 我不明白為什麼Stylus 這麼多LV的衣服 偏偏不選 選擇最醜樣的衣服 要罵Stylus 接著有 古力拿澤 古力拿澤 哇 這是新疆女孩子 非常漂亮 但她穿了YSL的樣子 為什麼不漂亮呢 因為這套衣服 是很嚇人的 是啊 不過她穿了身後 像什麼呢 像睡衣 怎樣才可以不像睡衣呢 是不是身材要漂亮一點 不是 是氣質問題 這件衣服的原版YSL Couture 是我見過的 那個女模特兒出來 是很有型 握著一支煙的 哦 不是這個樣子 明白 接著我們有美人魚 林韻 這件是叫做 Ronald van der Kemp 是 你怎麼看呢 剛才跟LV一樣 這件衣服很噁心 誰穿得醜樣的 講完 我們有人氣男團的 這個團員 Mika 我很喜歡她的唱歌 是嗎 是啊 你的反應真的很壞 Edan Tan 這位設計師 你怎麼看呢 一句話 好像不夠 逼步太多 離不及車 我實說 你穿這些衣服 不過可能是薄薄宣傳 很奇怪 很奇怪 奇怪的 所以其實整體 雖然是一個品牌雜誌 的Galadina 全部都是品牌的時裝 但是穿上身都好像九不雜八 都十分九不雜八 是的 好 我們押續有嘉玲姐 最近出席銀行的 PressCon的時候 穿了這件衣服 近期很流行這些 師傅穿條底底 會不會是一個完美的演繹呢 麥哥 我剛剛在歐洲回來 就看到嘉玲姐穿這件衣服 好像比較保守 沒錯 因為你見到它裏面 其實有一件 有件白色的 叫做底 是嗎 是的 我很奇怪 為何要包整個身體 這些內衣呢 是姨姨穿的 再加上一條 阿婆底褲 就是這樣橫腳 沒錯 它穿起來 根本還覺得 變成阿婆婆的感覺 本來她的身形都不錯 但是我覺得 這個令到她 嘉玲姐是有腰有脊 所以我說 其實整件事 不是錯在那件衣服 是錯在那件裏面的裏面 我都說你們 如果要玩這些 那件裏面的裏面 那件裏面的裏面 一定要穿得對的 如果你沒有這樣的本事 或者找不到 我寧願你們不要穿 所以今年的 雖然流行很多 那件裏面的裏面 又不穿褲子 但是大家要想想 不只是外面那件裏面 裏面那件 可能才是重心 而嘉玲姐穿這麼多名牌衣 都會出錯的 那你們想清楚 好不要穿這些 便是師傅了 不要亂試 有時的衣服 對啦 因為老實說 真是叫做自暴其醜 就是這一種了 希望大家學到東西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我們 還有記得分享給你們的朋友 原來很多朋友 把我們的影片 介紹給很多朋友聽 反應其實都很正面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繼續和我們分享 繼續介紹 再可以介紹 還有如果要加入我們的Facebook 和IG的時候 記得留言給我 我會幫大家的 謝謝你 聽我們的今天的節目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大家收看今集的節目 如果你喜歡今集的節目的話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 按一下Special Thanks的按鈕 可以支持我們 又或者可以透過以下方式 繼續支持我們 包括有PayMe 有PayPal 還有有轉數快 我們會繼續努力做更多好的節目 感謝大家 下次見 大家也可以重溫我們 SNMOnLive 多個精彩的節目 以及介紹多些朋友 看看我們的節目 還有我們的頻道 多謝你們 天吧 我們先開始 JW Department 我們幫我們 紅燈 gol 既 bị 搭結 嗯 離咪